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過了十多個星期 我去健身健康 剛剛看到 體重 脂肪 還有那些 肌肉 有多少脂肪 最後我也很 不是這個時候 還會繼續 到了這個時候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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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美國之前 可以減少一個 我幾自豪的 公斤 好像說磅 我減少了十二公斤 最主要是 身形和 身體感覺 健康了 我去剪髮髮 髮型師也說我瘦了 聽起來很老套 但是聽起來很開心 最重要的是 改了一些習慣 改了一些習慣 還有 最明顯 我最近發覺 就是我 減完肥後 就 沒有了鼻孔 因為以前的鼻孔很厲害 反而減肥後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了 當你 維持著做運動 健康了之後 其實 很多微細的東西 都會慢慢變好 而且你都察覺得到 其實很重要 我覺得 跟Alexa ATP 去健康 其實最 第一 當然有專業的知識 以及幫我鋪牌 做什麼運動 吃什麼 我反而覺得 最好的是 用意培養到我一個習慣 我覺得這個最重要的 知識也重要的 因為不要弄傷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可以培養到你的 做運動 和吃東西的習慣 因為這個 才是辭之以恨 雖然說一句 你跟一個 VT 跟一個 personal channel 不可能 不會 你不會跟一個 VT 跟一個小 跟十年不會 幾次都退休 所以 好的 personal fitness 我覺得 可以培養到你這個 長久的習慣 是最重要的 我看到現在 有些東西 就是阿媽 阿歷斯說 阿歷斯說 他就給我 因為我喜歡去 美國打 Sufra Elite 回來香港 又到隔壁宿舍 基本上 一個月 都要看一個 酒店房子的生活 希望可以 用到這些 阿歷斯會提點我 或者教我一些 方法 可以在我 就算在酒店房也好 繼續做運動 我也突然問他 拿這些裝備 很重要 既然做了 這麼多的運動 減了這麼多 我不想 Trip 浪費了 既然要留在酒店房 就盡量在酒店房做運動 保持那一陣 多謝你 KPV的東西